出門的時候就說我向機場的保安人員施壓 將安檢規定的物品給他帶 一件事我就準備重手前進了 大前天我是出門去北京 在進行安全檢查過程 機場的保安人員就說我所排打的 其中一個發熱的啫喱是犯這個保安規定 由於根據我一直以前的理解 乘客是可以懲戴不超過100毫升的液體 或者是交例登機的 但是我當時懲戴的啫喱只剩下了很少 我估計是不足20毫升的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這個安檢可以懲戴上機 所以當保安人說我懲戴的啫喱 安全規定的時候 我的理解是不一致的 所以就跟我進行理論的 在保安人員理論的過程 我認為前線的職員不能夠清楚解釋到有關的規定 如何可以確保到安全 所以我要求一位高級的職員能夠解釋 在前面的職員討論的時候 另外一位職員的介入 並且表示自己是現場最高級的職員 我認為職員最高的負責就是文天福 我一定要強調我當時提到文天福的名字 只是回應職員說自己是最高級的 亦絕不是說我要求會墊天福 亦都無意向保安人士加壓力 我回到香港之後 我都了解到基本局的有關規定論 知道現時保安的要求 這次的事件是基於對容器和容量的理解 這次也不是有意去維延機場的 又是國安人員 如果在過程之中 為當日的機場國安人大陸出現 或在這裏的事件日後 都會按它同家的規定 去攜帶國安規定的規定 在這裏有一個職員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那個過程是怎樣的 即你是怎樣 及到林天福的名字 還有你有沒有曾經提過自己 是一個法國的議員的名字 或者當時那個保安人的交集 的時候的氣氛是怎樣 是不是很僵持 我跟很多的旅客一樣 在過程的時候 都是一方都很心急 就是希望太過了 當時整個過程就是這樣的 我是一個普通旅行通路的過關 我因為一個很短的出門 就是前頭三天 所以我只是帶一個很輕盛的背納 只是收拾了我去批評的需要的人 那我如果有一個很輕盛的地方 那我去批評的時候 那我會把那個保安人說 我那個保安人說 我那個包圍有金屬馬幫 那他要檢查 那這個我打開那半包圍 那他發覺那個工屬馬仔 就是我手刊的 就是我英雀和我手刊的 那我手刊的 那我手刊的 他說這個不行 但是補好營膠其實我已經用到剩下很少量 我剛才說我估計都是20毫升 如果我的理解這100毫升就遠遠未到 所以我用他的理論 就是我已經沒有問題 我已經沒有規定了 他只是用來我 我們就不看這個遊戲 我們只是看那個 我們不是看那個代表 他只是在這裏 我就說過很多的紐約器 在這裏形態 通常你就要求他 要是喝掉 要是補好 都可以過關的 特別是一些保溫令 或者大量的保溫令 這個就是和你的討論 那麼 在這個過程裏面 他說我們最緊要就是 重視這個非安 即是非安全 我一再和他強調 我自己都很緊張 非安全 我又是他 我絕對支持 他 要做不安 不要緊急 只是我的理解就是 我的安全標準 就是100毫升的形態 但他們的理解就是 100毫升的強力 在這裏大家可以說 聽我這裏有些少少 但是他根本沒有說 很清楚 太式的 有哪裏的批評 即是說 上級的支持 就是一定要有解決 那我就在那個過程之間 我前面有說 我相信有一個過程 就是說 我自己是在那裏 我也是很關心 我關注你 非常安全 我相信有一個 那這裏 是在那裏的 那裏的溝通 其實那裏的有多種 就是你說 最多的面子 那裏的 是我跟努力都說 我也是去公開 當然 我聽到 他是現場的客人 那裏要求他再多一個 那裏是我也 是你當時 但是那裏討論過的問題 我相信有需要的回憶 他就說沒有了 我什麽當時 但他完全沒有說他應該是這個問題 這個不是我當時的那個結論 所以這個不是老實說的 你剛才也說他成為議員的身份 但有些人如果他現場立即說這個議員身份 你會說你幾百多次 那會不會你說說議員這個身份 會令到你那段階段有不堪 因為有些人就說很少我會 帶這個法章上去的時候 如果那些國安人會禁止的時候 最重要是他給你 你覺不覺得自己有可能 其他會怎樣處理呢 我都不知道 但實際上我都經常出門 我在地方也試過 比如說我同行的朋友 我又不是刻意要表達他們的身份 我又不是刻意要表達他們的身份 所以我根本不堪意要表達他們的身份 我又不是刻意要表達他們的身份 但是我後來我覺得這個身份 會說到會對於你們的那些人 會有的東西這樣下去的判斷 當時我沒有很討厭 剛才講到應用器和理解油門 當日的方法是否理解油門 是不是之前都曾經試過這樣 但你沒有人收過 正常旅行我一定有一個衛生包 包括有很多的負債品 包括其他的負債品 但這次因為我是很短的旅行 所以我只是習慣了幾天 我認為是最必須的 所以這不是我的習慣 所謂的髮膠 我亦有另外的東西 因為我平時也有很多負債品 有護膚的負債品 甚至我有一些很少型的酒精 再消毒 我都有 但這次也沒有 但我一直執行的標準就是我加上超過100%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理解 這次我只拿一個白痴 數量是很少的 不相信我認為應該沒問題 所以這個理解是今天早上我問那些朋友 那些朋友說我不是去日本加上的那個容器 這是我今天才知道的一個Future 但現在在白痴當中都做錯了嗎 我現在知道的情況下 我當時的理解是很少的 這個我剛才說了 如果是因為這樣造成了一些保安人員的不變 我是願意保安人員的 道歉巴馬克 即是可能曾經觸及過議員的身份 以及一提過林天復應對他們可能感受到壓力 如果他們這樣理解呢 就非我所為的 我都會有些威嚇 所以我剛才都說了 如果因為這樣造成了他們的發力 你能否理解現在做中途人員會給你拿上去 就是幫你做多一點保安人員 其實就是好像我所知道的 我所見到的 就是在其他的場合 就是如果有一些這樣的情況 有人有要求電腦的東西的時候 這個保安是會有另外一些手法 或者手段去盡量檢查 之後是獲得通用幫忙 所以當時你跟醫生他們可能不通過 有什麼時候會去運行公安 可能是全國公安 因為我自己覺得 這個都是一個很合理的程度 因為他們的機器人已經做了一點點 都給他們 甚至有些地方 比如說德空機場合公安 他這個甚至是一個手機場 就是你一入工廠 就是你以往有沒有出行的時候 但是你是不是都不可以過 我剛才都說的 就是用其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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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不帶我剪出來 我可以不可以 方便 你不剪出來 其實我沒有在這裡 我沒有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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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很多事態 就是我都介意給大家 這個是我 這個空機之後 就是這樣的量 就是我自己沒有幫助 這個就是 不是這樣 到時候我會在這個地方 扳到 這個地方 有什麼的 … 這堂的地方 就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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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